告訴大家 今天傍晚五點鐘左右 蔡英文總統發表了最新的談話 她特別提到了有零基金會 還有台積電這個BNT疫苗 說是會緊盯 當然如果有新聞敏感度的話 就發現慈濟 慈濟為什麼就跳過去 所以是不是表示說 這個綠色的這個門 綠色通道只能開兩個 慈濟第三個對不起請你排後面 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 但是請問一下 為什麼不讓慈濟來呢 慈濟如果來幫忙很好啊 慈濟有錢 有能力 慈濟有這個善心 為什麼不讓慈濟做呢 今天總統跳過這個慈濟 是故意的嗎 還是忘了 我就不相信他會忘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也很辣 強調的原廠直送 誰呢 我們的總統 BNT本來都不行 都不行 都不行 因為跟上海復興有關 之前還在那邊謠傳 說是什麼大陸製造的 後來才發現根本就是個謠言 但是總統強調 第一個就是要原廠 第二個就是要直送 什麼德國包裝之類的 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談上海復興 就是把這個給他屏蔽掉 沒看到 沒看到 我是鴕鳥 頭埋在沙子裡面 但是人家國台辦 也不是省油的燈 就是要把你這個鴕鳥頭拔出來 看清楚 看清楚 就是我們的上海復興 你們的BNT 不管你們從什麼管道買 你們就是鴕鳥頭看清楚 就是我們的上海復興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講了一番談話 今天民進黨又整個崩潰了 朱鳳蓮說 上海復興是臺灣地區 獲得BNT唯一的洽購方 臺灣有意願的縣市 或是民進黨或民間機構 都可以向其洽購 也希望臺灣民眾早點用上急需的疫苗 這是剛剛志祥所講的 這只證實了一件事情 這個一直都是暢通的 這個渠道一直都是暢通的 之前說什麼大陸打壓 大陸不但會打壓BNT 還會打壓莫德納 還會打壓AZ等等 大陸真是神通廣大 現在證明了大陸說OK啊 你台積電來買 你民間來買 縣市來買 通通都OK 這番話戳破了民進黨的謊言 但是民進黨並不在乎這些 民進黨在乎這四個字 叫做臺灣地區 為什麼要矮化我們呢 現在又開始選舉了嗎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臺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如果大家對於兩岸有一些嘗試的話 我想志祥你最清楚嘛 像我們過去在跑新聞的時候你都知道 這個兩岸過去在九二共識的框架當中 關係維持得還不錯的時候 用臺灣地區大陸地區 就避開了一些敏感的一些問題 雙方對等 因為地區這個用詞 有的時候可以很廣 比如美國地區啊 北美地區啊 加拿大地區啊 所以你用臺灣地區大陸地區 感覺上就是一個對等的一個概念 也避開了這個國與國的一些爭議 雙方扯不清也不想扯清楚的一些問題 你看到我們的經濟部 經濟部的網站 有沒有法規的名稱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貿易 許可辦法 我們經濟部的網站 陸委會的網站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專區 是不是 好我們回到剛剛那張板子 所以光是因為這個地區 民進黨就整個崩潰了 更不要說很生氣 主要的原因是之前 一定要上海復興的 包括林辰有沒有 林辰是最大的苦逐 我還記得嗎 帶大家來回憶一下 林辰留下了四個字 永生難忘的金句 現在這個標籤貼在他身上 叫做吃我豆腐 應該是有點哭腔這樣講 去年十月東陽宣布 取得了BNT 三千萬劑 如果三千萬劑來的話 我們臺灣今天就是 臺灣可以一路念念 可以念到年底 念到明年 但指揮中心的不肯 就只能買兩百萬劑 所以林辰很生氣 沒有這麼單純 絕對不會只是因為數量 這樣講騙小孩都不會相信 主要就是要避開上海復興 去年十月 現在已經七月了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然後陳時中當然 一定是有人說不行 陳時中當然就 把這個門守得很緊很緊 直到六月十八號 整個我們看到這個死亡率飆升 民間的呼聲罵聲起來之後 蔡英文拍板定案 整個跳過陳時中 陳時中沒效 他自己來談 蔡英文接近了台積電劉德英 還有永齡的郭台銘等等 確認政府授權 授權購買BNT疫苗 但是有幾個指示 原廠製造 原廠包裝直送臺灣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刻意去忽視上海復興 我給你三個條件 上海復興我們就不要談了 當作空氣一樣不存在 所以我們看到朱鳳林 這一番談話 讓整個民進黨大抓狂 這個志祥你怎麼看 這些話有什麼不對嗎 他就是持平的論述而已 臺灣地區也沒有什麼貶義 過去都是這樣講 這時候還要說嘴 貶低臺灣成為一個區 這就是為什麼 臺灣人民會對大陸反感 有不好的印象的原因 你還要說嘴 其實民進黨上台的時候 我曾經給民進黨一個建議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不是 這個在那個2016選舉之前 就一直說他要把那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把那個臺灣地區拿掉 大家不要搞錯了 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大家都只記得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的全文不是這樣 他全文是臺灣地區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呢 我就跟林靖良講說 好啊 你完全執政了 所以現在市政黨 你不要罵 你完全執政 立法院都你家的 你現在民進黨馬上 現在此時此刻立刻提案 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title把它改掉嘛 對不對 就變成臺灣跟中國 人民關係條例嘛 你去改嘛 以前民進黨主張過啊 要改成兩國人民關係條例啊 所以 臺灣地區這四個字 我要講 蘇生昌 你不要在那邊反應那麼大 你也不要再作秀了 如果你真的不滿意 這四個字 非常簡單 你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它廢掉 你把那個拆頭改掉 改成兩國人民關係條例 這樣就結束了啊 可是真正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BNT的這件事情 上海復興這件事情 就完全拆破了民進黨的國王新衣 所有的人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確實現在我們的疫苗的到貨速度 開始增加 對不對 但是其實如果在去年的十月 民進黨沒有阻撓 BNT的購買 能夠讓林全好好的把那 三千萬劑的疫苗買下來的話 今天臺灣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延宕了多少一年多的時間 延宕了疫苗的採購 就是因為裡面有很多的人 為了自己的私利 他在卡這個BNT疫苗 最可惡的是 他為了護航高端 他為了裡面的很多私利 他想方設法卡BNT 就算了 他還要把這個貨 把這個責任丟給中國大陸 說我買不到BNT是他們在卡 是他們在卡 可是呢 還好有郭台銘 這整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記住 三個字 郭台銘 郭台銘實在是忍不住 他也沒什麼想法 他也沒要去拆穿誰 他只是覺得說 臺灣這樣子沒有疫苗 真的很可憐 還好郭台銘有跳出來 郭台銘跳出五百萬劑的疫苗 他說不要買之後 整個民進黨國王心就瞬間碎裂掉 就消失了 大家就看到他沒穿衣服 為什麼呢 大家才心覺到說 原來是買得到的 因為郭台銘 大家對他有公信力 可是民進黨還是要卡他 卡到現在最後我就說一句 今天擺的現實就是這樣 民進黨現在很多要開始收割 但要收割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還是回到上海復興 那你當初說上海復興 說中共在卡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說謊 沒有關係 反正總而言之現在 我們對我們而言最重要 就是疫苗 否則說真的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全世界 真的全世界 都已經打疫苗 打到各種很特別的方法 我就看到一個影片 俄羅斯在哪個國家 直接給人家民眾破門而入 拿幾針就打下去 那個官員還訓斥他一頓 說你怎麼可以不打疫苗 有啊 菲律賓不打疫苗 你不打疫苗是危害國家安全 對 然後民眾傻在雷霆小鼠衝進去 啪 就把針打下去了 我們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跑白泥搶疫苗 然後抓特權打疫苗 要送法辦 然後那實藥署可以做疫苗 打好打到超過滿 對啊 官警門來偷偷打 打這麼多 打到這個疫苗 覆蓋了六成八成 這個實藥署 你敢這樣講 實藥署署長 你真的出來 把這個話講清楚 我覺得實在是太扯了 我們也準備了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陳時中 短短幾個月 也沒有幾個月 就三個禮拜 他的前跟後 後 他怎麼說的 同樣是上海復興 同樣是BNT疫苗 今天他改口了 今天他叫做尊重 但他之前可不是尊重 我們來聽聽他當時怎麼講 那至於上海復興 他是一個 在我瞭解 他應該是一個總代 對於就是 台灣這邊有包含 他的一個代理權上 那我們當然 那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我們當然是尊重 上海復興宣稱 他們有代理權 但是我們也要真的是 也要期盼就是說 有這樣的代理權 也不要干擾到 我們購買疫苗 第二個我們需要的是 資本 好 這個理事長你看 上海復興宣稱 他們有代理權 請他們不要干擾 我們購買疫苗 怎麼干擾 我們買的就是要BNT 我們就是想透過BNT 就是想買BNT BNT上海復興 就是唯一的大中華代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實在的 公衛防疫這件事情 跟政治上扯上關係 真的是扯不清楚了 你怎麼看在陳時中的態度 陳時中的態度 他基本上 他的態度就告訴我們 他以前就是要擋的 他以前就是要擋的 這一次其實他發覺 是擋不住了 擋不住的原因在哪裡呢 就可能是郭台銘就進來了 郭台銘進來了以後 其實郭台銘 他本身他是有意圖的 他並不是完全這麼單純 說要進疫苗而已 那這個時候想到了 這個時候 因為他剛好在 名氣可用的時候 他要進這個疫苗 所以總統府看到 他也不能夠擋 不能夠擋的時候 那他要進這個疫苗 也必須經過上海復興 所以現在的話 那個蔡政府 他基本上來講 他認為說 我與其給你進 因為這名氣可用 現在跟那個 以前的時代是不一樣了 那我與其給你進 還不如我自己進 所以當中會打打這樣子 但李先生我不太懂 因為我們看到 台積電永齡基金會慈濟 他都是要買BNT 慈濟講得更清楚 慈濟為什麼說 我一定要買BNT 是因為台灣確診的 這個學生 就累計到677人 現在是暑假9月開學 開不開得了 不知道 但學生年紀比較輕 他們打BNT就是比較安全 但是我們看到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這綠色的通道 就只有給永齡跟台積電 如果像你講的 台積電 郭台銘 並不是那麼單純 他有自己的意圖 那慈濟應該算是很單純 為什麼慈濟呢 就是得排隊排在後面 得等他們兩個結束之後 慈濟才能開始 連今天總統講的話 都刻意跳過慈濟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 郭台銘那個進來的時候 那個總統府是被迫因應的 所以才會臨時拉一個台積電 台積電也是經過美國 他允許的才可以進來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 你看跟美國的疫苗 是進來幾乎是同時 他應允了台積電進去 美國的疫苗也剛好進來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永齡基金會比較難搞 不好瞧對不對 沒有弄好的話火會燒起來 但慈濟比較乖嘛 慈濟比較聽話對不對 對 所以他這個門 基本上只開給他們而已 但是我覺得 我認為慈濟還是會開啦 慈濟會開啦 只是說時間上來講 他就不必專門去提他 因為這個東西是 連帶他一起過來的 他也怕這個效應 如果再繼續擴大下去 可能不太好 對於其他的 那個限制政府或怎麼樣 他如果要跟進的話 不太好 什麼南投啊 什麼全部都開始買了嘛 但是多一點人買不是很好嗎 如果現在一下子 能夠進來一千五百萬 記不是很好嗎 所以他們的心裡面 還是不是想說要把這個疫苗 直接要進那麼多 他們其實基本上心裡面 還是存了那個殘念 說要國產疫苗要進來的 殘念 對 還是有殘念在 單有殘劑在就有殘念在 好 殘念與殘劑 我覺得他們這個 沒有完全根除 他們這個根深蒂固的 國產疫苗這樣子的東西在 這是他們的國策了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改的 所以只是說時間的早晚而已 不滿意 這是我 你不滿意 這麼靜靜吃